Hello 大家好,我是Sonic Store 專門電話Paw 今天為大家介紹日本製造旗艦級電視型號 A95L 今年的A95L有兩個尺寸選擇,分別是 55 和 65 吋 面板依然使用 QD OLED 封值量度方面,比起上一代 A95K 更加進一步,提升至200% 而顏色亦比 OLED 更加自然 而且 QD OLED 面板可以保持量度肯定 所以在任何時刻下都會呈現一致 今代 A95L 繼續沿用認知智能處理器 不單止深度感和色彩處理強大 而且理解人類大腦運作,能夠對每個畫面元素進行交叉分析 申請深度資訊,並且調節每一個部分 令畫面內的主體細節和顏色更加突出 而今年進一步降低影像雜訊,提升清晰度 為用家帶來更迫真、自然和新臨其境的圖像和聲音 而 XR Clear Image 利用分區和動態影格分析 減少雜訊,同時將模糊影像降低 令大家可以得到更清晰的 4K 影像 另外 XR Trinomino's Mask 即使在光的場景裡都可以提供極寬廣的色域和陰影 重現真實世界的色澤層次和色調 不論電視節目、體育或遊戲 用家都能夠享受最真實的色彩 今年 Bravia XR 電視 在功能方面更加搭載了最新的遊戲設定功能 所有必要的功能都可以設定 方便又可以輕鬆微調遊戲的狀態、設定和輔助功能 而 Sony 的 OLED 電視 亦都比其他電視有更好的音效 因為 Acoustic Surface Audio Plus 將整個 OLED 螢幕轉變成為多聲度的揚聲器 比起其他電視 經由電視的側面或底部發聲更加直接和震衡 而且 Acoustic Center Sync 技術 可以雙用 Sony Soundbar 和 Sound System 連接至電視 利用電視作為中置單元來提升音訊的品質 今年 A9 Mel 也會附送 Bravia Cam 能夠分析用家身處的位置 從而調整更好的畫質和聲效 以獲得更好的觀看體驗 亦都包含手勢控制和接近提示等等 不用的時候只需要關閉鏡頭蓋就可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 Sony 頻道 Like and Subscribe 還有 A95 L 已經在 Sony 專門店發售 千萬不要錯過 快點過來一起體驗一下 我們遲些也會有其他新產品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